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师大政治所教授范世平今天在脸书表示,全世界很多政权都是说一套做一套,却没像中共反差这么大,说得义正言辞倒不行,立场坚定倒不行,但做出来的事却是完全违背,范世平并指出6点事实未证。 范世平表示,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大规模把十几万低端人口扫出北京,现在各大城市也开始有样学样,而这种做法根本只是治标,言不见为净,原本共产党强调无产阶级专政,现在却粗暴对待无产阶级,习近平谈得莫忘初心,小康社会在哪? 范世平说,一群人在北京悲欢交错,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,120个国家近300名政党领导人参加,但另一群低端人口,却在严寒中流落街头,而被金正恩拒绝见面的中国特使宋涛,却是这场大会的主办人,中共连自己的小老弟独管不好,却想成为世界政党的老大哥。 范世平指出,日前北京发生了幼稚圆灭童事件,最后的结果是学校监视器损坏,草草结案,甚至不断封锁网络言论,请问习近平所讲的依法治国,依建治国在哪? 范世平凤刺,更好笑的是,中共压制网络言论,逐起高耸防火墙,却大规模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,难怪有人说这就像太监在讨论性生活。